日本大阪关西国际机场附近的车站 23号发生随机持刀伤人事件 造成三人受伤 而嫌犯曾经持刀与警员对峙 最终被制服 警方正在调查他的动机 事发地点位于大阪府全左野市凌空城站 距离关西国际机场仅一个车站 当地时间10点半左右 一名男子在列车上持刀伤人 车站工作人员报称 有人被刀刺伤脸部 有人目击者称 嫌犯行凶期间曾经发出奇怪的叫声 列车乘客在月台紧急疏散 大批警员接报到场 嫌犯戴着口罩 双手持着短刀 在月台同警员对峙 警员举起手枪 贺令嫌犯放销武器 最终嫌犯被逮捕 警方指嫌犯是37岁的清水河野 涉嫌杀人未遂被捕 警方在他身上搜出三把刀 他承认自己持刀伤人 伤者分别为一名20多岁和70多岁的男性乘客 以及一名20多岁的男性列车员 三人已经送医治疗 受事件影响 来往关西国际机场的列车 一度停运 凤凰卫视纵欧报道 逮捕 10